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個復活節賽馬特輯 這段影片是想說兩位華將一哥 分別是蔡明少和何宅堯今季的一些精彩發揮 今年高冬奇獎的競爭可以說是相當激烈 目前是由蔡明少38場頭馬領先何宅堯三場 今年兩位華將表現也相當出色 除了何宅堯贏了兩場一級賽和蔡明少也贏過一場三級賽之外 其實這兩位華將打破了以往的數據 華將一向其他重磅馬不太好譬如130磅流上的馬 死磅較為多 但是今年他們贏了很多很多130磅流上的馬 而且在發揮上兩位亦相當出色 這段影片選了兩位騎士的三場賽事 我覺得在目前為止今季發揮得最出色的三場 現在我們一起看一看蔡明少今季發揮得最好的三場賽事 如果大家滿意這條影片 也可以按LIKE支持我的節目 第一場想說的是今季初的9月19日 四班填草1200米 戰爪支柱那隻就是爺馬那隻的快樂歡騰 要留意的是蔡明少走位和姜誠 10檔起步不要緊 一起步先塞進去 竟然可以貼到欄 塞進去內欄的第六位 這匹馬是比較急口的 華其也想去塞進去欄 但是他的姜誠是好的 所以隻馬雖然說是急口 但是後來蔡明少的姜誠操控下 設定得很好的 隻馬是留得到的 哇 排個大愛當 竟然是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而且這一匹馬是不容易贏的 沿途一步不屑下才可以贏得這麼出色 入到直路也是內欄上的 這個時候看看他的精彩發揮 後多層的馬仙見到入面位置快樂歡騰 在後面長長勝 入面穩位還安田之寶 繞到最後三百多米 透出還是明月千山 喘內難上來快樂歡騰 中間位置還有馬臣好運 外面合約精神 最出還是長長勝 最後百多米 埋便快樂歡騰透出 中間馬臣好運 外面位置長長勝上來 最後五十米左右 快樂歡騰依然是佔先半個身位 外面長長勝 現在才踏上 終點那一步要拍照 埋便快樂歡騰 外面長長勝 逐步逐步上來都很好勢 這場真的要說一句 蔡明小真是好東西 早段走位 然後姜誠操控 入到直路 省了 沒斷 連邊底下 剛剛贏 做少一步都不行 看完快樂歡騰的走位之後 這一場看看 蔡明小都可以很硬 就是4月6日的谷草千二米 佔了支柱那隻合火這麼厲害 這隻馬是縮情馬 所以他早段跑短途 不能跟不上 蔡明小騎足1000米 這裏已經開始要比了 因為隻馬不太跟到 翻步慢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體力亦相當好 因為之後他沒有停過手 去到入某八百尾之後 看到隻馬真的不太跟到 騎也不行 開始慢慢要拿一條邊出來 去騎他打他 這隻馬 還要留意一下 他騎起來 隻馬有少少噩頭 他不是說走得很順 所以騎也之餘 打邊之餘 也要確保姜誠 遷咒到隻馬 走得舒服 如果不是的話 這場賽事就會很麻煩 看到隻馬因為他長沖程 這段步速是慢的 所以預備早點發力走 更加好 給他早點擦著 以及衝起他的後勁 這裏已經狂地打右手邊 到最後200米 隻馬的後勁終於被他擦著了 是如飛殺上的 你想想 騎了800米 最後200米才擦著 可想而知 蔡明少的鬥志和體力亦相當好 回到這場賽事可以贏得掉了 其實功勞當然要歸功於蔡明少的努力 體力 以及在姜誠方面 亦都要遷就這匹馬岳頭的走規 所以說他這場都是騎得很好的 看完兩場短途之後 當然要看一場長途 作為一個全面的騎師 不是只會跑短途 長途這一場 德勝多無論走位 以及步速智慧 也是很厲害的 十三檔 外面 箭咀指著 德勝多藍武那隻 可以踩到它的難度 不止一次 譬如說金莊領那些賽民事例 大外檔竟然可以踩到它的難度 你看到就是 祖段積極地去搶位 然後慢慢由2跌 開始馬裙拉鬆 再貼到難度 可想而知 這隻馬 其實走位這場祖段也挺神奇 如果祖段是頂住 頭那300-400米 就沒有那麼快埋到難度 埋到有遮擋的位置 祖段會用多了少少力 有機會被人頂出外搭 然後才可以埋到 這個時候 看完走位之後 看看步速智慧 其實今季除了這一隻 美活人生也是 你留意一下 頭兩段是偏快一點 但是第三、第四段 是慢的 全部開24個多 你留意一下那隻德勝多 看見到這度慢 不要內難 開始移出2跌 他知道是慢 當然要早點走 難道被你搏走 在前面 2跌 然後轉正 最後的彎尾 才再移出3跌 很慢的 第四段 24.85 你可以見到 他對步速的敏感度很足夠 然後早點發力搏走 還要見到他的轉位 很流暢 很順 隻媽媽走得很舒服 所以就贏得這麼輕鬆 但是中當 德勝多已經上來 過舉 外面藍眼罩 有鑽石複星 外面大臉孤 正本開心 大外當中的博愛之光 最後百多米 透出的馬 就是德勝多 埋便幸運精選未散 再見到外面鑽石複星 馬臨中間 香港精神大外當中 就是紅麗蛇 接近終點 德勝多 贏到拋掉了 所以說短短三條片 你已經可以見到 就是 無論走位 姜誠 對步速的智慧 或者鬥後勁的硬正 他今季的發揮 穩定得來 狠薄 而且是全面了 所以說 神童這個名字 絕對不是浪得虛名 看完蔡明少之後 跟著我們看看 何宅堯今季 跑得較為好的三場賽事 這三場賽事 首先要看的第一場 就是上心星 跑五班谷草2200 戰爪指著 現在中段法力 預備 就是黃色三個上心星 這場賽事 可以說是 中段變咒教材級的示範 為何這樣說呢 中段變咒 其實有兩個最重要的精髓 一個就是法力點 另一個就是一氣呵成 法力點就是 要趁步速慢的走 這段是慢的25.36 走是對的 而且走的位置 就是在對面直路 剛剛轉彎了 對面直路 他不用轉彎去法力 他的腳程是省了很多 而且是一氣呵成的 一走走到尾 過了放頭馬 突然是二跌 突然之間不會走到三跌 這個中段法其實是做得相當之好 沒斷其實隻馬 都不多了 回到來不就是贏少少 蔡明燒 我們又看看 上心星走掉了一個多三跌 行樂之光外面 中間紅眼罩還有一鋪成鳴 外面上來 世紀之威 涉入面追的馬 還見到生生覆雲 接近終點 上心星依然是佔先 外面行樂之光 逐步上來 進展第三位 還有生生覆雲 接近終點 先不頭籌 又是不是何摘搖 這隻上心星埋便 外面行樂之光 除了發力點和一起康城做得好之外 騎足一千米 少一點體力都不行 剛剛好贏 這場也是好東西的 接著再看短途的賽事 就是1月9日精彩勇士 這場簡直他都騎得很硬正之餘 無懼雷神的干擾 因為雷神你都知道 那條左手邊仰來仰去 然後還要打上精彩勇士的馬尾 那這道越壓越出 何摘搖打右手邊 是很麻煩的 不夠位的 但你看到最後 多硬正 過頭邊 打下去 打回馬尾上來 撥下去 撥下去 側身 的而且確是很硬正 所以說 其實何摘搖 的而且確 他的走位 沒有蔡明少那麼靈活 但是你說鬥後勁 他的右手邊 你看這一場打得很拼命 真是厲害 如果再數到一場賽事 我相信這一場都是相當好看的 很有利 在後面 箭咀指著橙色眼罩的一匹 這一匹馬很難騎 有時候會閃 所以何摘搖騎這隻馬 我數過都打了二十多邊 這一匹馬很難很勒 很想賣 所以 以前是甚麼騎士贏呢 賀明年利敬國 田泰安 全部重邊騎士 你看看何摘搖 最後的一百米 吃到一隻馬很勒 就是一推一邊 回到位 贏少少 所以說 這場賽事很有利 其實他之後也跑得不好 就是全身功力 馬防谷得起 而且何摘搖吃得應 吃了外面那一日的有利路段跑線 明是騎贏你的 這一場 看完兩位騎士的精彩演出 都開心 華將其實根本一直以來都是騎得 只不過是 看看有沒有馬被他跑 還有看看會不會被一些大騎士搶走 那你說 問我 喂 你喜歡哪個騎士 拿高冬禮獎多些 那我當然支持蔡明曉 一來又加州萬里 程義傑 是嗎 加州萬里這一場 你說 最印象深刻是哪兩場賽事 加州萬里贏 一場就是這一場 馬會杯 另外一場就是 一一連贏的那場是香港杯 很漂亮的 跑得 這一場 你留意他早段 那個閘位穿上來 還有抹斷那些右手邊 嘩 又是拼了老命 那你說 蔡明曉 今季的表現 我來說 當然他的馬 是很分的 但除此之外 有兩個特點 第一 就是發揮 穩定而全面 全面 這件事很重要 第二件事 就是 騎了很多 都不是一些 具爭性機會的馬 譬如說 盡力知性 又好 心之痕都好 這些都不是容易贏的馬 不容易發揮 口又不好 但在他發揮手上 真的贏到的時候 其實 他絕對是一個 可以再上一層樓的騎師 當然中間 發生了很多 他自己本身的私人問題 情緒也好 或者跟師傅鬧也好 但一切都過去 現在起碼是 成熟了的人 其實是可以的 希望他可以更上一層樓 這裏我只不過說我喜歡 蔡明曉多一點 不需要去踩 何澤耀 踩一個踩一個 其實兩個都好不行的 何澤耀的確 他是在走位方面 或者全面性方面 沒有蔡明曉那麼強 但是 他是後天的努力很多 而且 我只覺得 的確蔡明曉的天賦 比他更好 還有說回 何澤耀 早兩年 金昌尾出現之前 很肯薄冷滿 所以 都是希望 個個好 尤其是香港的騎師 根本不是不騎得 梁家俊 周俊樂 連那些都是騎得的 是吧 好的那些什麼 法國邦也好 什麼 巴西邦 是不是 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請問你們 支持誰拿高東來獎 不妨留言 還有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按LIKE 下期再聊 好嗎